我当年有个女朋友我还吃过她的醋 我就发现最烦人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没头没尾的 你真像马爷说的 亲爱的你怎么着呢 吃了为什么 这我倒不怀疑 我就有一次偶然看见她的手机 你知道一男的就发一个 我想这三个字最烦人 你知道吗 就叫干嘛呢 干嘛呢 一个问号 这烦子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里边的前台词 好 你说到这干嘛呢 半夜里干嘛呢 干嘛呢 对这个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 一个关系 那当然干嘛呢 他凭什么问你干嘛呢 那这个刚才我 但你要解释 他也很容易解释 对 你这句话提示了我一个 你也有类似的 不是 很重要的画界限 刚才我所说的 不看别人手机 就包括不撇看 明白吗 你那手机我在这 比如你们夫妻俩躺在床上 你眼睛一撇 就进了这三个字 干嘛呢 你就崩溃了 就连撇都不要去撇上 因为你撇就会撇出一些 断章取义的